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现了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音乐整个的表达情绪也会有强弱的变化 主歌部分比较平静 回忆式的 自言自语式的歌唱 那么到高潮部分略带激动的 有明显的情绪变化在唱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另外 终极阶段我们要练习的歌曲 音语也比较宽 情绪变化幅度比较大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强调 歌唱时我们的气息要运用控制自如 综合前面几点 我们再来一起感受一下 你快回来这首歌 比较舒缓的 自言自语式的来唱这几句 黑夜里 期待黎明快来临 只有你 给我温暖晨曦 然后情绪往上提一步 稍稍有一点激动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然后逐渐把歌曲的情绪推向高潮 忧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躲闪 心中有个声音 爱在呼喊 唱到这里 你的情绪已经达到最高峰 然后一气呵成的把它宣泄出来 你快回来 我依然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 空如大海 这首歌整体听起来是跌宕起伏 就要求你要很好的控制情绪 控制气息 并且让你的声音通畅 上下自如 高音站得住 低音 不虚 而且清晰 学唱歌中级阶段的歌曲 音域变宽 对气息控制的要求更高 更需要你在歌曲表现中有激情 有表现力 如何能够做好做到位呢 请参看我的专栏课程 看这一课 看这一课 还有这一课 在这里我再给大家推荐几首终极阶段可以练习的歌曲 女生可以练习《女人花》《牵手》 还有像邓丽君的歌曲《再见我的爱人》 另外男生可以唱一唱《易简梅》 《秋一浓》《红旗飘飘》 如果你喜欢粤语歌呢 也可以唱一唱《光辉岁月》 如果你订阅了我的专栏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私信我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